国语有生善书 一赤拱横堂善书 修行正道实录 主诸先佛为天上圣母妈祖 天上圣母将 第九回 观考颜科考道成 诗曰 观考颜科一至间 明知大道是书源 良机不再诚心发 毅力经修上法传 圣事 大道之可贵 乃为众生可以借此而了脱生死 阻断苦海轮回 一级修行大道之人 可以福慧不息 生命不绝 永恒不朽 可也 著书 贤生灵神出窍 弟子参寇恩师圣驾 无需多礼 出发吧 今夜您带弟子往夜哪位先真 近时台将一地 大道福音深入各阶层 普及各角落 然则 众生却应大道随处可得 可以闻受 因此产生轻忽之意 疏为可叹 因而 无经验 拟待贤生网夜 武林年代之修道子 众献彼时修行之坚心 以资涕力目下修子 对于大道福音真而习之 进而发露 经情心智 恩师真是用心良苦 莫怪台将一地 妈祖信徒 几乎是全台首屈一指 并且急于海外 香火油燃兴盛不坠 慈敏众生 弟子身有感同身受 贤生不必过于奉承 骂祖信仰 在台将一地 英属海岛行 有其特殊地理因素 才会形成信仰兴盛 您真客气 再生词孝 死后成神 犹然眷念众生 弟子感佩 对了 今夜您带弟子往哪儿去 今夜往紫阳关 拜访惊情不懈 无惧观考 甚至勇敢面对造谣重伤 彼时还进一位昆道人家 实在难能可贵 好了 已到紫阳关中 面前急事成就援君 贤生上前见礼 是 弟子参寇援君圣驾 原来已来到紫阳关中 一座静世 门口助力一位中年妇人 装扮平凡 略显浮相 但却灵光闪耀 一定是一位精修大道 而正果之仙人 贤生无需多礼 无与天上圣母圣驾见礼 尽内奉茶 师生三人入室坐下 有小仙女上茶 贤生今夜来此 想必有甚多疑问 无需客气 尽管发问 那弟子就放肆了 请问您是在什么情形下 进入道中修行 其实也不敢自称有何修行 记得是在五零年代末期 台江一地经济不好 很多地方都很困苦 而且教育也不普及 所以很多文盲 无也未曾就学读书 并且是在彰化的乡下地方出生 只知道忙着为家里做家事 即长嫁为人妇 生下儿女又要操持家务 即至有一天村里来了几位很有学问 很会讲道理的讲师 在村里祠堂中讲解大道 无也是那时被引进求道 您一直强调五零年代 弟子依稀记得那个时候是生活困苦 并且一贯大道在那个时候被视为邪教 称为鸭蛋教 更甚至有人说一贯道有很不雅的聚会 男女信徒一不必体 因而大家都敬而远之 贤生形容得太文雅了 当时因为民生困苦 不似如今经济富裕 都有素食餐厅 当时无等修行 素食之人 半道之计 都是自己简单做些菜心 花生等做餐做便当 但是 无等应可食担 所以外界才只为鸭蛋教 另外 一贯道办法会 应有求道明师一指之可贵天命 及三宝五字真言之密 故多不公开传道 于是 当时政府视为戒严军馆 有时代背景 怕人拒会造反 所以严加取缔 并且 民众民智未开 是以 以讹传讹说一贯道 是男女不着衣裳 被警方以为破坏良善风俗而取缔 就是邪教之由来 是呀 是呀 弟子年幼之时 在村中也时常听起 老一辈人在批评同村妇女 说什么他出入鸭蛋邪教 不守妇道 还有常在三更半夜 与一大堆男女共处密室等等 如此恶意重伤 您们修行起来可够艰辛了 贤生所云一点也不错 无在当时夫家也不谅解 但是无身之大道之可贵 佛归礼节不敢违背 办事成全道亲不敢废 更将家人引进道中 让他们了解大道 并非外界之中伤 您也引进家人求道 那不就神仙家庭了 可惜无夫无子不具会性 虽然了之无并未进入邪教 但要他们跟着修行却做不到 只好加以劝勉尽力成全而已 听您细数当时修道情景 真是令人清静 难怪您可以证道援军如此高果位 贤生有所不知 这位成就援军不但道心坚定 当时要办道 还曾被抓进警察局 要移送警备总部 受到酷刑拷打 却无法灭绝援军的道心 经过道亲透过种种关系 将他救出之后 他仍然各处半道 所引进成全之后学不知凡己 可谓内修性命 外修功的 一生积聚福会功果 媲美菩萨大慈大悲 不敢 圣驾如此谬赞 无不敢当 只是体会大道如此珍贵 修行如此艰辛 许多尚未接受福音之众生由虚救度 也因此就放不下心 一直随着前辈们奔波半道 广不大道福音 一番话真让弟子感动 精勤之修行圣者 果然胸怀慈悲大愿 言语兼总是谨记眷念众生 弟子真是亲近 好了 今夜无等至此就告退了 弟子拜别原君恩师 圣母圣嫁祭贤生 后会有期 离开紫阳关回唐路上 恩师啊 弟子生长在六零年代 常听其老辈人批评一贯道 当时还半信半疑 没想到当时情况比听闻还惨烈 尤其昆道之修行者所遭受到的困境 简直不敢想象 只要心有正信 对大道之珍贵有所体认 那么外在的困难更是精进的动力 好了 以道贵堂 贤生灵神投体 弟子恭送恩师圣驾 小编看到此篇其实很难过 也很敬佩过去修半道 人缘是如此艰辛 其实一贯天道真的不是什么邪教 真的是有天命与使命救度众生 若您看到不好的地方皆是人造成的 就像许多宗教皆有害群之马 不要因为别人的错误 而耽误自己的回天之路 望大家赶紧去正派之一贯天道求道修道 九玄七祖都会受到您沾光 可以回天的修道之路啊 小编补充 真的真的 求生弥勒净土不抵触求生阿弥陀佛西方极乐净土之志去 而且这边强调若进入弥勒净土内 愿则各天净土畅有无碍 加上弥勒净土为了众生而设在地球附近 所以真的要好好把握 弥勒佛尊早已成佛 乃是为了地球众生视线菩萨身而发愿大开龙华大会普度三草 与南海观世音菩萨一样早已成佛 为了救度众生而视线菩萨身 普度众生 因为弥勒净土设在靠近地球 所以比较容易求往生 往生条件基本上就是要每日称念于礼拜拿谋弥勒尊佛 并且回向自己求生弥勒净土 行六事法更可往生弥勒内愿 小编在弥勒净土修持的播放清单都有写 影片后面也有往生弥勒净土的好处 无佛愿所有众生皆能求修大道 吃素修行 孝顺父母彼此互助互爱 将人间变成大同世界佛国净土 也愿大家把握上天恩赐之树立 超拔幽名 广度众生 晚化灾节 见到成道 弃恶向善 回天必先将累世罪业因果偿还 清净之身则可入佛国净土 摇持圣境 故不要放弃修道之路 要坚持到底 小编整理末法书 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前程修道者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则可至少到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清口后则有两位 入伦道五庙明正堂 拱恒堂 虚缘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恒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恒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 准与萧妻是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恒堂圣书现世报律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 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恒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二世德 准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 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拔与生前筑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恒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筑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筑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籍往生弥勒净土 筑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感谢观看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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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